朋友们,我终于要去度假了 最近压力挺大的 正好借此机会好好地放松一下 这次的目的地呢 是Dalesford,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温泉小镇 两碗的住宿费用呢,是450澳元 之前抢到的维州旅游券 可以返现两百刀 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到达我们预定的Dalesford Spa Villa 5了 一起来开箱这个小别墅吧 一进门左手边是厨房 哎,还送了一盒小礼物 打开看看有什么 嗯,东西还挺多 一会儿再细说 右边是冰箱,微波炉 橱柜打开,还有面包机等等 锅碗瓢盆也是一应举全 然后呢,我们来到客厅 嗯,感觉很不错啊 落地窗我非常满意 这竟然还有炭火壁炉 真是有意思 等会儿我们试试看 接着我们来到阳台 有可以喝下午茶的桌椅 还有BBQ的烤炉 和朋友们一起在这烧烤 那可真是太美了 风景的话就是树林 这个酒店呢,一共有六栋别墅 Villa 1是写的湖景 但是比较贵 最后我们上台阶来到卧室 这里和客厅是打通的 重头戏就是这个按摩浴缸啦 还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 真的太爽了 那我们要准备晚饭啦 一起去看看吧 这个牌子的汽水都非常好喝 还准备了玉米鸡肉浓汤 土豆泥和沙拉 最后呢,还有烤鸡翅 把鸡翅刷满酱汁之后 放进烤箱20分钟就可以啦 趁着烤鸡翅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看 礼盒里都装了什么吧 首先呢,是四包茶 两种口味 还有一包燕麦片 得玉牛奶 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还有就是一瓶矿泉水 算是这个小镇的特产了 一会尝尝看有什么区别 还有一包梅子饼干 一包坚果可以明天早上来吃 最后是咖啡粉 可以用它提供的法鸭糊冲泡 我们先来尝尝饼干吧 看起来还不错 有一些梅子果肉 还有淡淡的黄油气息 吃起来感觉口感非常酥脆 不错不错 但是咸味有些重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甜的饼干 来看看晚餐 沙拉 鸡翅 土豆泥 荤素搭配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吃完了 我们来玩一下这个炭火壁炉吧 按一下开关 嗯,怎么回事 哎呦,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是坏了呢 有意思 这个是朋友送的欲求 终于派上了用场 来看看会是什么效果呢 原来泡开之后 就只是一些金色亮片 好吧 那就这样咯 晚安咯 起床之后 先看看外面天气怎么样 希望不要再下雨了 呃,好吧 依旧是阴天 不过新闻里面说 新粥都已经发洪水了 希望维州可以好好的 一起来尝尝送的咖啡怎么样吧 其实我从来没用过法压壶 之前基本上都是胶囊或者挂耳咖啡 早餐后的第一站 我们来到了Wombat Hill Botanical Gardens 我基本上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会去的就是植物园 刚走没多久就看到有一个雕像 什么 竟然在抠脚 什么情况 告辞了 告辞了 我们继续前进 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亭子 其实澳洲这边的植物园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亭子 远处好像看到一个玻璃房子 这个温室里面有各种颜色的海棠 还挺漂亮的 就是可惜不能近距离观赏 如果是阳光充足的天气 肯定就更美了 第二站呢 我们来到了修道院画廊 这两个景点算是Diosford这个小镇必打卡的地方了 门前的小花园还挺有趣的 远处还有一个招手的木雕像 挺逗的 据说里面有一家非常美的咖啡 室外有一些桌椅 不过今天天气有点冷 我们赶快进去吧 可以看到里面的装修布置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很美呢 很多人都来这里打卡 由于距离午餐供应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们就只是点了两个甜品 橙子蛋糕和司康 个人感觉一般 吃完之后我们上楼参观一下 门票是五刀 工作人员说楼上有很多拍照点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落地窗配上外面的绿叶真的是太美了 如果有阳光照进来那就更好了 我们再换到另一个角度去看看吧 整个建筑装饰都很英式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教堂 据说是可以办婚礼的 墙上挂的是耶稣的故事 房顶也很高 给人一种很庄严的感觉 这个阳光房是这个画廊里面我最最最喜欢的角落之一 下午去打卡了另一家餐厅 因为确实没吃饱 这家店叫做Cliffes 推荐的人非常多都说很好吃 那为什么不试试呢 它是由三个单独的店铺组合而成的 不仅可以吃饭 店里还有杂货铺和酒吧 在澳洲这边吃饭呢 大家可以用Zomato去搜搜看 有点像国内的大众点评 这一家是3.8分 看了一下底下的评论 基本都是4或者5分 那应该不会错了 图片看着也还可以 那么选择困难症要开始点菜了 我们点了一个熏牛肉烤吐司 和一个猪肉汉堡 我的天哪 这个吐司真太重口了 我感觉我已经咸得晕厥了 而且里面的卷心菜还特别酸 真的是踩雷了 汉堡呢虽然也很咸 但是甜的味道可以中和一部分 总之个人不是很推荐这一家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度假就这么结束了 下了两天的雨 结果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天晴了 我也是醉了 最后再看看陪伴了我们两碗的小别墅吧 这家酒店真的强烈推荐大家 下次来海选这里 你们如果以后来Delsford玩的话 也可以订这一家Delsford Spa Villa 我们临时决定要去巴拉瑞特转转 这个就是大家熟知的陶金小镇 不过呢陶金镇我之前去过了 所以这一次就只是去吃吃逛逛 没错 第一站依旧是植物园 不过这里的植物园明显比Delsford好太多了 一进门的这些花真的太美了 正门进来呢就是一个温室 很多人来这里打卡拍照 每年的三月份会举办海棠节 花的颜色太多了 简直让人花了眼 还有一些培植的海棠掉在空中的花篮里 看过去感觉很有层次感 又不会显得很单调 从温室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看的建筑 突然让我想到了墨尔本的电车 这个是鸵鸟吗 还有绵羊 外面的花坛里还有园艺师在修剪树团 他正在修剪的可以很容易看出来是大象 这份工作真的太有意思了 逛完了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午饭的餐厅 这一家我也是看了某红书推荐 既可以take away 也可以在室内或者室外堂食 透过窗户就看到里面已经很多人了 那我们赶紧进去七七八 同样是在Zomato上查到这家的评分是3.7 经过上次的教训 我们昨天提前看了一下菜单 已经选好了要吃什么 结果Google上面的菜单好像没有更新 选好的两个菜都不在这里面 呃 这个是现在的菜单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暂停看看 有没有你中意的一款呢 看看这些图片有没有流口水啊 我们点的是Duck salad和Korean chicken burger 总之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点个汉堡应该也不会太难吃吧 这个鸭肉沙拉里的肉好多好多 根本就吃不完 还有荔枝呢也很甜 蕎麦面也好吃 我感觉自己已经词穷了 总之就是一个字 好吃非常推荐 如果你们以后来巴拉瑞特 一定要来尝尝这一家哦 这一次我们的温泉小镇度假之旅 是真的结束了 都有一点不想回墨尔本了 这里真的是太舒服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的Vlog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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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